台南市場出名的阿哈飯店 5月21號這天 來民燒市場無形得準備便當 二十年紅衛的市長也來到現場 原來這是市政府為了協助餐廳業者 特別建立一個台南便當大隊 算上點餐的北台 把餐廳業者接近車隊留作會 提供到工具和公司航空 來電便當所作的一條兩服務 我們有一些知名的飯店業者 他們如果也可以做一些便當的話 我們就去幫他們找需求 譬如說連結到工業區的業者 工業區的業廠商 他們平常試散 讓他們員工四處去外面解決 那這樣的話不如就訂一些知名飯店 餐廳的便當 然後呢 計程車 計程車大哥 他們本身這波也受到衝擊 我們就請他們計程車來再送這些便當 所以便當也有的賣 那這個工業區他們訂便當也方便 那計程車也有這個運送的踏刺 所以說藉著這樣子三方連結起來 我們就可以創造出需求跟公益 今天的便當是第一次做 然後我們今天是為了特別配合 所以我們今天總共有將近400個便當 配合這樣的一個狀況 讓大家又可以防疫 然後又促進整個產業的繁榮 讓我們的司機也有這個工作 我一直說 這個餐廳的建設計程車輸機 含著家庫所創造的三營業民 現主持已經有14間的餐廳 30間的工廠加進去 這個要送到哪裡 這個要送到和正公益區 公益區啊 公益區的 他們訂了多少 今天總共1100個 今天是剛做康開始做嘛 那有1100個便當的需求 那有14家餐廳 那有這個30家的這個工廠 公司行號等等的 那光是我說1100個 光是這家 這個就已經有1100個便當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基本上 把需求端跟供應端把拉起來 其實也是大家願意看到的 小黃的有型地啊 哈哈哈哈 哈哈 現在已經有1500個便當了 現在已經有1500個便當了 我們已經有1500個便當了 那麼多個便當了 我們已經有1600個便當了 我們已經有1600個便當了